由台东县体育会冲浪运动委员会所举办的金尊渔港冲浪赛 吸引了近百位的选手在海面上来搏浪一较长短 而今年也首度增加了U12的立奖比赛 希望借由青海以及水上运动扎根的活动 让孩子从小就爱上台湾的海景和类似的海上运动 风靡来袭 海上不佳 选手们依旧站上冲浪板 乘风逐浪 以较高下 由台东县体育会冲浪委员会举办的台东海洋嘉年华活动 16号起一连两天在金尊渔港登场 吸引近百位选手在海面上竞技 不好追 要在浪口下面才有办法 风浪大对SUP它的稳定性还有下浪的司机 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不只大人们同场较劲 主办单位今年也首度新增U12立奖赛 小学生们个头矮了奖板一大截 但依旧拼尽全力向前滑 展现出运动家凭证精神 烂冲浪不要管后面 当然就跟以往的冲浪赛是不同的 利用奖的部分来去做滑行跟追浪 除了海上冲浪赛事 现场也同时进行立奖体验手作编织 沙滩渝加有氧拳击跟滑板运动 希望借次推广青海 爱海 直海的海洋素养 近日大会 东河相报道